刘萌萌 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香 睡得很香 这次啊这个 睡袋第一天就用不上了 真是出大力了 这个房间 特别冷 特别特别冷 钻到睡袋里还得在 上面盖个被子 对 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住的这个酒店 这间房呢应该是 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你看这窗台上的灰 还有这个桌子椅子上的灰 看到没 床头柜上 这边这么大一个暖气片 温温的 温温的一点也不热 还没有热水 热的这边 就不出水 这间房呢还100块 主要是没得选了 昨天晚上我们逛遍了整个 芒芽市 就这个酒店 有一间这样的房 本来这间房也是不对外营业的 没办法 既然没得选呢 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点条件 在这凑合了一晚上 失误失误 昨天的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芒芽市这个地方很多的酒店 它冬天是不营业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西河高速开通了 很多出江的车 今年全部从这边走 然后走到芒芽这个地方呢 芒芽又是一个中途的一个落脚点 所以很多人都要在这里住宿 就导致营业的宾馆全部爆满 再加上我们一路上翻阿尔金山的时候 手机都没有信号 我们在路上没有办法提前去订酒店 导致我们只有到了跟前才有信号 然后才在网上订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吸取教训 吃早饭的时候就把今天晚上的酒店先订好 咱们两家人还住的不同的宾馆 没办法 一会儿我们还得去汇合 好了我们出发 往芒芽市太冷了 这个地方晚上有零下20多度 看一下 零下14度 先把车打转 看一下芒芽的早晨 非常的冷这个地方 好 好了出发吧 芒芽我们又来了 这是市场后门 我们来找我们的小伙伴 会合 昨天都是这个宾馆只有一间房 我们住的宾馆 我们住的那个宾馆有一间房 都是这样住的 看到没宾馆上面贴的本店一克满 天天都贴的克满 看啊这边宾馆的特色就是 所有的门上都会贴一个本店克满 本店克满 昨天晚上我们去了十几家宾馆 全克满 感觉芒芽这个地方 到了冬季很多店都不营业 看到 还有这个回家光源 暂停营业 咱们会合了啊 会合了一会儿去吃个早饭 我们又来老地方了 吓我一跳我原来没开门呢 还是来这家店吃包子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冷酱的毛豆 嗯多少钱 二十又算手吧 好 算一块算是吧 擦一遍 一遍 开动开动 都喝了喝了 都要开动 都给你啊 很好 我奶奶的也给你 那有羊肉 它有洋葱 开洞开洞开洞 胡萝卜包子也好吃 嗯 可以 确实不错 再热热汤喝一下 就萌萌泡进去 非常的好 哎呀吃完了 一碗热汤喝下去一下暖和了 吃完早饭了 他们在隔壁吃的 吃完饭加个油去 就出发了11点 今天应该可以早一点到固定地 我还没有路呢 我在试图 哦 哦 北极有生了 对吧 还剩92 把油加满 加了200块 进隔壁200元 我们又走上了315活道 很多网友也有疑问啊 就是我才去过海南 怎么又去了 在这里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上一回去海南呢 是2022年的4月份 这一次呢 是2023年的1月份 中间跨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我的视频剪的比较慢啊 所以很多新来的粉丝朋友们 会觉得我才回到新疆 怎么又去海南了 还有一些老粉丝觉得我又去海南了 去的都是重复的地方 是不是视频内容也会重复 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上次去海南是海南人最少 最淡季的时候 这次去海南呢 刚好赶上海南人最多 最旺季的时候 所以呢体验会完全的不一样 上一回是自驾游深度环岛 寻找合适的旅居地 那这一次呢 就是带着全家去旅居常住 过冬过年 所以呢这两次的海南之行的内容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来回的线路安排 途经城市也会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 我获得的信息量也是非常大的 对海南呢 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地关注我 期待后续的视频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又路过芒牙飞翠湖了 我们就不进了 这个飞翠湖 感觉 去一次就可以了 去看一下 我先 flips一下 去下班 又满街 是前变的 去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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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班 在下班 我们不许可 減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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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海拔又到3300了 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格芒公路 去格尔木方向 这是插路口 格尔木方向 格尔木方向格芒公路 可以走了 哇太棒了 这个路太棒了 您将在当前道路上 继续行驶228公里 哎呦终于不塞了 格芒公路 格芒公路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太棒了 咱们现在换女车手来驾驶 要休息会儿 这个路修得太棒了 隔芒高速 太好了 太好了 现在走起来多舒服多快 好了 女车手来开了 这种路 女车手一口气 可以开几百公里 是吧 18公里 嗯 你看我们一路上 两辆车对讲机 可以呼起来 今天天气真是不错啊 你看 大青海 咱们大青海的 美景 草原 这条路修这么好 先巴士 我们就开巴士 大家看一下 目前发动机的水温和油温 都在50度左右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温度 不是很高 再加上外面比较寒冷 80码的速度 发动机功率也不高 发热量不大 所以呢 温度只有50度 你们说这个温度正常吗 这路太美了 一眼望不到头 此时此刻海拔2800米 这个景色我觉得也挺美的 非常的开阔 就是 这种心胸豁达的感觉 看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走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活动一下 这路几百公里 一直是这样的 天气真好 我们下来活动一下 晒晒太阳 这个地方没有分 还挺暖和的 青海省也非常的大 也非常荒凉 跟我们新疆真的是挺像的 我们今天一天的路程 全是这种景象 而且我们今天一天 也不能开出青海 我们的计划是从芒芽市 开到湘日德镇 青海的这一段路程呢 都是高原 一路上的海拔都在3000米左右 自然环境比新疆还要恶劣 尽管路途很辛苦 也阻止不了我们去往南方的脚步 等我们到达海南 穿着短袖 吹着海风 晒着太阳 这一切都值了 看 这个路边的都是风滚草 风滚草 中灶火收费站 来 我们看一下这段路收多少钱 哪里呢 二冲火 一百七十九点五五 一百七十九点 正在通过行事 满满路段 正在通过行事 这个路太漂亮了 长江来与镜头 非常的漂亮 现在换我来开了 还有一百公里到格尔姆 到格尔姆了 这是格尔姆的楼盘 格尔姆的楼盘也挺多的 在这买个房子吧 房价也不贵 格尔姆的天发区 这边全是新楼 我们来到了格尔姆的市区 在这边吃个饭 吃个饭再继续走 咱们这次就不住格尔姆了 那我们去吃川菜了 你们看看这附近走一走 好 那我们一会 又来到了格尔姆 刘姆这是哪里 格尔姆啊 这里有啥好东西 这里有好多烧卡 好多烧卡 咱们来这家老厨子穿菜馆 吃上两个菜 想吃米饭炒菜了 吃起来不错啊 开动开动 刘姆直接开始吃肉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还可不错 挺健康的 不用了没吃的了来 来快 吃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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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菜公保鸡定 刘萌萌是饿了 我们的菜齐了 点了三个菜 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地点是相日德镇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应该会很晚了 而且镇子比较小 应该没什么吃的 所以我们在格尔木把饭吃了 到地方就直接住店休息了 没吃完 打包一下 吃完饭 我们又散步在格尔木市的街头 这边的烧烤特别的出名 你看街上到处都是什么麻烟黑烧烤 各种烧烤 在格尔木市再加个油 青海这个地方也是都是无人区 油加油站我们就把它加满 我的油还有一半 这里的油价是七块七码四 好了我们上高速了 从格尔木东上高速 然后270公里到今天晚上最速的相日德镇 现在又换女司机来开了 晚上我们走在京藏高速上面 晚上我们走在京藏高速上面 路况非常的好 我可以帮你 我 Jobs 我家里边的 进入河轮隧道 全程四百米 到达香日德的收费站 到达香日德的酒店 周车劳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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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咋回事 好困 今天晚上的房间不错 今天的房间不错不错 很不错 可以睡个好觉了